抢匪还没开枪 迟早店员开火击退解围 周三早上 美国芝加哥一名持有 携带武器许可的通讯航店员 掏出武器开火 让两名意图抢劫的男子意外落网 根据警方报告 这两名分别为24岁与35岁的嫌犯 大约在早上11点时 走进南区T-Mobile通讯航店面 他们假装来逛街的样子 过了一会就拔出枪 想要弄点免费的通话时数来用 但是一名店员有其他的想法 他迅速掏枪 并遵守先开枪再说原则 警方表示 正名24岁的嫌犯被击中左臂以及腹部 他的共犯则是在左臂以及属性部中枪 根据现场证人表示 两名嫌犯都没有开枪 这两名嫌犯逃出店外并乘车离开 而店里的英雄则追出去 并通炮警方两人的样貌 这两名犯罪界的王哥柳哥 就一路沿到附近的医院 警方在那里抓到他们 T-Mobile的地区经理表示 他希望有合法携带武器的员工 会让抢匪犯案前三思 这起事件发生前 周六芝加哥一间烟酒超商 才发生一名员工 击毙两名青少年嫌犯的事件 警方发言人表示 他不认为这名员工会被起诉